好 我们再来看到股市 昨晚美股市再创新高 倒只是首次突破了27000点大关 这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接连 是释放出减息的信号是不无关系 那这是否会引发一个蝴蝶效应呢 相关的问题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先生 严安生 下午好 下午好 我们看到这个去年对比一下 美国是处于一个加息的进程当中 当时这个倒只是最低 曾经是跌回过22000多点 那现在似乎又是要开启一轮新的降息潮了 那么这个未来牛市 是不是又将大概率会持续了呢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10号的这个宣众会上 明确的表示 那么如果经济面出现下滑的压力 那么美联储的话呢 可能会采取降息的手段 而当有记者问到 这个非农经济数据比较好 会不会影响到美联储的角色 包月尔很果断地说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月底 这个降息的概率呢 已经大大提升 现在呢 以市场预期呢 月底可能会降息25个基点 甚至50个基点 来应对呢 当前不确定性的一个因素 那么今年以来呢 美联储关于这个加息还是降息的态度呢 可以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在去年12月份 最后一次加息的时候 当时包月尔给市场释放中的信号呢 今年是加2到3次息 而到今年上半年 在这个特朗普的压力啊 以及贸易摩擦等不确定性因素之下 那么美联储呢 明确的表态将不再加息 而近期的话呢 在包月尔有表态可能会降息 那么这一系列的转变呢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 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利好 那么美国三大股指在本周都创出历史新高 就是受到美联储降息预期的这个刺激 因为美联储呢 是全球的央行 一旦美联储降息 可能会引发全球央行的降息潮 之前欧洲央行行长 德拉吉曾经说过 那么欧洲央行呢 也会采取降息 甚至重启QE的手段呢 来刺激经济增长 而今年以来呢 像新西兰 澳大利亚等 哈达经济体 以及印度 俄罗斯等新鲜经济体 已经实施了降息的手段 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央行采取降息 也就是说全球央行呢 已经走在货币宽充的大道上 这无疑呢 对全球的资本市场 都会形成利好的刺激 那么中国央行呢 也会有更大的 这个货币宽松的这个空间 一旦实施了降息和降准 那么对于A股市场走势呢 也会形成正面的一个影响 那事实上今年以来呢 全球股市 债市 乃至商品市场均出现到处上涨 一般来说呢 股债是存在翘翘满向上的 当预期经济向好 那么股市上涨 那么债市会下跌 反过来当预期经济下降 股市呢会下降 而债市会走强 那么今年股债均上涨 这是出面的说明呢 今年以来啊 这个市场的资金链比较充裕 带动了这些股市债市等 产品的这个上涨 如果说未来还会进一步宽松 那么美联储在本月降息兑现的话呢 那么美国的牛市啊 可能还会继续上攻 这也是美国长达十年牛市呢 那么加速这个上扬的这个阶段 可能已经接近了这个充电的阶段 但是一旦市场形成上的趋势呢 确实这个哪一天 这个还存在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 那有市场人士也分析啊 从内部的动力来看 A股似乎是还没有找到 主板行情爆发的一个动力源啊 但是美股的这种屡创新高呢 确实也是看能不能够 就是在市场人士的预测中啊 为A股来说打开一个进一步上升的窗口 那么全球资本市场都表现比较强劲 特别是美股三大股 也追上历史新高 那么给A股市场呢 确实也带到了一定的信息的提债 那么今年上半年呢 A股的表现在全球资本市场来看呢 都还是排在前列啊 那么下半年以看见呢 除了第一个交易日大涨之外啊 其余几个交易日呢 都出现了调整 这也说明现在A股市场啊 对于一些不确定性的这个担忧 已然存在啊 那么下半年影响A股市场的这个因素啊 包括贸易谈判的这个进展啊 以及呢经济面的这个增速 还有政策面的变化等等啊 那这些因素呢 要逐步的明朗之后 市场的信息呢 才会回升啊 从而呢 有更多的资金入场超低 和外资的话呢 在全球贵作配置 现在A股市场处于 全球资本市场的固执的低端啊 因此外资呢 从6月份开始 就改定了之前 连续两个月的净流出 转为净流入 这也说明呢 A股的调整 已经让A股图体上 具备了投资吸引力 那么在全球资本市场 均有比较强劲表通的情况之下 A股下跌的空间呢 其实非常有限 所以对于后市 这些投资者呢 要保持信心和耐心 等待呢 不确定性因素进步消除 那么A股市场的机会 就会来临 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个行业 这个内地房地产信托问题 最近是比较凸显的 政府也是开始 收紧信托融资了 但是这会不会 对于上市房企啊 造成很大的影响 他们的股价 会不会受到很大的波动呢 近三年的房地产调控呢 现在效果突破的体验出来 那么二十五房成交呢 比较低迷 那么房地产投资增速呢 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那政府对于房企的融资 有这个诸多的限制 包括这个股票融资 债线融资 以及信托融资的话呢 都有一些限制 那么这对于 这个一些资金链比较紧张的 房地产企业来说呢 还无疑呢是这个雪山加霜 那这时候其实就体验出 房地产公司这个 位于筹谋的这种能力 像一些龙头的房地产公司 那么在之前呢 就通过打折销售信楼盘 来回收资金 保留了充足的这个现金流 那么即使融资上 出现一些困难 也不会影响到公司经营 甚至可以趁低呢 去收购小的地产商 或者是买地 所以对于房地产公司的话呢 这个限制融资政策 主要是影响一些 那么拓张不快 资金链比较紧张的房企 对于龙头的房企 就是这样影响不大 一般来说行业越低迷 其实越对于龙头房企 会有更大的这个帮助 他们可以趁机呢 扩大市场份额 那龙头房企呢 他们对于这个 这个扩评能力呢 也比较强 他还会因为这个资金链的问题 出现这个钻链之类的 但是对于一些小房企 可能影响就大一些 好的 非常感谢杨德龙先生 这一节和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那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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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